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之间离世 是在每个人都完全想象不到的情况之下 就离我们而去 香港人就开始会觉得有一种很彷徨 很彷徨 原来死亡灾难和我们这么接近 由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惨劇 一直到四川地震 日本大地震等等 为什么周围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呢 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会说 他完全想不到的 想不到什么呢 比如有一位很多年了 我认识了他很长时间 他自己本身的太太 整天又小 背着个药包大的 那他就一直是要照顾太太 又要照顾两个子女 照顾太太照顾子女 很吃力 那太太整天说不舒服 有一次是跟他去检查身体 是 去验一下 不要常常在这儿伸 推测 那等着结果的时候 看一看那些价钱 咦 都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 那反正又有时间 那太太又在等着 不如我做完 那就是那个先生 自己验完 谁知道一验出来的结果 太太完全正常 丈夫肝癌症 哇 还是很严重的那只 哇 全家人晴天霹靂 那太太簡直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的 那先生就反而 就是恶言得利 当然自己有震惊 他担心的是 这个病是没得医的 医生说没得医 那我走了之后 我太太 我两个儿子怎么办 那时候小孩还很小 终于一年左右 先生真的离开了 所以在那一分钟开始 那个太太 才开始学佛 她学佛是由什么开始呢 无常两个字 她一直想着自己是很差 需要那个丈夫照顾着 那她又很安心 因为那个丈夫很疼家 很疼她 她觉得有个丈夫在那儿 她就很安心 她病 做过病的太太 病的妈妈 很奇怪了 到那个丈夫走了之后 又幸好她在那时候 接触到佛教 她可以重新振作 重新再出来社会做事 直到现在 两个儿子很大 养大两个儿子 但是她当时候 那个丈夫离世的刺激 对她直到现在 她都是没有办法忘记 那个内心那种伤痛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抚平 但是她有一件事 她很能够咬着牙关 挨大两个儿子 所以我们在身边的人 我们不要想着 幸福是必然的 或者是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 所有好的境 又是必然的 又再说一层 再说一层 你现在的恶的处境 不幸的处境 告诉你们 都不是必然的 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等师傅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无常呢? 其实无常就是没有永远的 我们先看着那个常的字 常就是不变 永远如此 但是所谓的无常 就是这个世间的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是的 就是说 其实各种东西都会变 好的会变坏 坏的会变好 但是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会说 水枯石栏 海枯 海枯石栏 就此情不与 但是 当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可能你 和你先生 或者你太太的感情 其实越来越好的 其实这个都是无常 是的 无常不一定是坏 一定是不好的 不是现在的 没有错了 那好像比如说我们 吃完这餐饭 如果是常的话 很危险 那些食物就在肚子里面 不变的了 不消化了 那你就第二天 不能去洗手间 那就是无常 如果没有无常的话 那你身体就会不好 就是因为有无常有出有入 有现在有过去 有未来 有好有坏 有起有灭 如果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 那个心境 会 那个弹性会大一些 会容易接受到 我想现在世界的人 都开始醒觉了 前一天我看新闻 有一位 有一对年青人 他结完婚去渡蜜月 去渡蜜月 他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去渡蜜月 他们横跨了两年 就是超过一年时间 在外面 开展他的蜜月旅程 但是竟然在他这个蜜月 他的世界 环游世界 世界七大 近年世界七大的天災 全部被他遇上了 他自己数出来 好像德国的大风雪 暴风雪 新西兰的地震 澳洲的水災 全部 全部是 他去到那天就有事了 去到那天就有事了 去到那天就有事了 他大部分时间在哪里过呢 在收容中心过 但是他都很大难不死 真是 他很晚 他回到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很开心地说 我真是感恩 好幸運地 经历了七大天災 竟然还在生 是不是 是的 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府里面 看到一个希望 这个就是我们 希望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心 一个信念 一个这样的习惯 在不好里面 我们一定要看到 原来 我们都 还拥有很多好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失去 如果他要怨的话 我一世人 只有一次结婚 竟然全部看到天災 全部在收容中心过 但是他们不是 他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 真是这么无常的 每一个灾难 都可以在身边发生的 还有他自己很感恩的就是 能够陪着受灾受难的人 感受他们这一生人最大的震撼 和困境 在那里 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他很容易走到出来 看到身份不同 你就可以走了 以后我们遇到灾难 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心境 你不要用当事人的身份 你用第三者 用过来人 身边人 旁观者的身份 看你自己的苦 你就容易走到出来 这个是我自己感受的 是 这个经历了七大灾难 七大天灾 天灾的这个外国人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因为他经历了这么 就是很难遇的这个灾难之后 他还是保住这个很积极的心态 很多人他经历了之后 他变得更加消极 我 你说这个我想起 我们认识有个人 他爸爸走的时候 走得很突然 一样很突然 睡觉的时候走的 什么都没有教下 本应是很好的 没有病没有痛 妈妈起床之后 不发现的 到他发现 出去买完送 平时老伴一早起床了 这次还未来 去叫他才发现 本应来说是好的 是 但是这位朋友 他偏偏在 在这么好的事里面 找不好的东西 是 他找不好的找了什么呢 他就说 爸爸没有交下所有东西 没有交下一句 或者他身体上 他身上 他要安排的东西 不是好像妈妈吩咐那样 就是他少少钱 他要分开给三个子女 他说我不是要钱 他真的不争 但是他觉得 如果是由爸爸亲自安排 就是说这间屋 卖了他分三份 你们一人一份 他会安乐一些 是因为这样 他到现在超过十年了 他没有办法放得下 我跟他说 他跟我聊起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又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为什么你不尊重妈妈呢 妈妈现在还在生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当是 妈妈和爸爸 平时一个沟通 爸爸交代落 妈妈这样做呢 如果你是尊重爸爸的 你一样要尊重妈妈的 妈妈现在还在生 他已经把爸爸这间屋 在他在生之年 他已经跟你分了三份 他自己都不顾他自己了 为什么你不感恩呢 但是他真的不行 就是真的不行 在一件这么好的事里面 因为爸爸这样的离世 他说他自己有抑鬱症 我自己又觉得好像 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问他 你是不是平时 和爸爸的关系很好 他就说 OK啦 又不是太好 那你说 你又没有推测他这个人 他本身的问题 着重会出在哪里呢 是他自己的一个思考方式 嗯 我也有这样提过他 提他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这样过生活 你身边的人 会很辛苦的 嗯 他就说 他有提过 有劝过我 不要 所有事都向不好的方向想的 嗯 但是你为什么你到现在 你没有察觉自己有这个问题呢 那他说 很正常而已 他想啊 他觉得他自己这样想的是很正常 所以如果我们正常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生活更加沉重 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控制的 天灾不可以控制 人祸不可以控制 甚至乎自己的身体病 什么时候好回我们不可以控制 但是我们怎么想的 我们绝对可以有权 是不是 嗯 我们有一个选择权 啊 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的话 我们的人生就更加不可以控制 所以他很多时候失控 嗯 那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有一部经 叫做法说无常经 你整天都看的这部经 这部经 其实我觉得是很直接提出 关于无常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个 这个所谓家人啊 甚至我们拥有的这个材啊 屋啊等等的东西 甚至是这个很坚固的一座山啊 他时间到的时候 他都是会散的 这个因缘都会散的 我觉得这部经挺好的 是啊 可以特别在现在整个世界呢 充斥着这么多天灾啊 人和啊 不幸啊 甚至乎我们很多 生活上的不如意的时候呢 感情上啊 感情上啊 的失控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多些去 领受一下这部经的要旨 我们看一看 他里面呢 有两句说话教我们呢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 面对那么多灾难 那么多人我是非啊 世间那么多纷争的时候呢 佛陀佛教我们有两句说话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信仇奉行的 请师傅 他说尝于人世起慈心 就夜自身 医法住 尝于人世起慈心 无论这个世界是变成什么样 无论人类是变成什么样 我们对人对世 世界 人世 对所有人 对这个世界 起一个慈心 无论是多差 无论是多绝望 有些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 于是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放纵了 反正都末日了 我用什么那么努力 我用什么那么进取 玩的吃的用了它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一分钟 我们对身边的人 对整个社会的环境 都是这么爱护的 这个就是 晝夜自身 医法住 日夜 晝夜头 晚上 就是全日 我们日日夜夜 自己 自己 医法住 就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在自然规律的法则里面 去生活 这个法不单止是讲佛法 如果我们看到佛法 根本上就是世界的自然法则 每一件事的自然法则 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首先讲恩果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自然法则 不是佛教特有的 也不是说你是信了佛 你是佛教徒 你才享用到自然法则 享用到恩果法则 不是的 只要你是人 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生物 植物 动物 都是不能够离开自然法则的 恩果定律就是这样 所以医法住 不是请你医住佛陀的说法 只是医住佛教的规律去 完全不是 是自然的规律 如果你懂得医住自然的规律 哦 这个山川大地 地壳移动 自然就发生地震 是 地震一起 人命就有损失 灾祸就来 我们知道是这样 好了 有起的时候自然有什么 灭啊 你看看 四川大地震 世界震撼 日本大地震 世界震撼 甚至乎印尼水灾 也是世界震撼 你看现在四川的人 大部分可以重新过新的生活 灭了之后 我们不失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念 有困难 解决困难 有希望 紧守着希望 所有东西都可以重建 首先要重建的就是我们人的信心 人的信念 当我们一医住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 即使世界或者我们家庭 起到任何任何的变幻 我们都有能力去面对 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 就不是在那个时候才靠人 是我们日夜本守着 所有无常 所有不幸 都会在下一分钟 随时会发生的 只要我们还有呼吸 只要我们还有生命 我们都可以由头再来过 是啊 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接受了这个无常的 这个所谓自然规律 那当无常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是可以去接受 所以在这次日本大地震 虽然那个舆论 起初是一面倒 去赞日本的人 如何守纪律 守规矩 但是后期又说 发现他们很多东西是很不足的 那我自己就这样看 他好的时候我就看他好的 比如他日本人真的 我记得我给过一份图片你看的 灯师傅 那些日本人在车站排队 是嚇到我们 有记者在地脚那里 在每个人的脚下面 拍一张图上去 在这么大的灾难 他们拍出来 他们排队的脚 是可以很整齊的 没有人在旁边 在队的旁边 排在那里等机会打尖的 没有的 一个很简单的图片 我自己觉得心灵上是很震撼的 所以 他是好的那些我们就要学 不是一面倒 不是为什麽 而是怎样的 在人家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习惯性的教育里面 我们要吸收经验 日本人教得很好的 自小 要他们自己小朋友 自己背上自己的书包 书包里面 书包里面有很多个包 怎麽有很多个包 好像我们的女士们拿着个袋 袋里面有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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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很烦 原来 袋里面有一个包 有些是包她的衣物 有些是包她的书本 有些是包她的玩具 有些是包她的午餐用具等等 哇 我们外国人 即是外来的人体 要不需要那麽麻烦 甚至说 怎麽婆妈 都放下去就可以了 他就是这个就是训练 一种训练 全部是一种训练 训练日本人那种内心 细致 做事有条不紊 是啊 自小的就是这样 每一件事 每一个包 不是妈妈和她收拾 爺 妈妈 阿婆阿公 全部不准碰 他们也不会碰 那麽多个包 是小朋友 自己回去 清洗 接好它 包好它 擠下书包 然后上学 自己背 嗯 我们见有些 有些 有些 这个大陆的 或者是甚至香港的人 读到14岁中学 还要身边的人 跟他背书包 不可能 所以我们一知道了 日本人那种 对年青人 自小的那种培训 我们就会知道 他们的遵守纪律 他们做事那种 那种 那麽成功 是有它的原因 自小栽培 是 中国大陆整代人 整整现在 超过三代人 是完全脱离了 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 全部依靠了父母 依靠了社会的资源 它不会靠它自己 所以我们整代的教育 是很空洞 香港人现在又是一样 太疼的下一代 觉得自己 以前经历过苦 我不让我的子女挨苦 你不让你的子女挨苦 以后你就要挨 你的子女的苦 他们一定不会尊重你 一定不会孝养你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根本上 不能面对自己的人生 没错 刚才杨师傅说到 例如日本的小朋友 自小就接受的 这些训练 我就联想 杨师傅 他们怎么带 这个寺院里面的 大家的出家众 曾经有讲过就是 他现在煮不到三个人的菜 急起来 需要的时候 怎么去煮二百个人的菜 所以在寺院的时候 杨师傅 还有杨师傅 还有杨师傅 都带着我们一班的出家人 去点点滴滴地去接受这个训练 是啊 我们那个 争团的生活培训 是有别于一般的寺院 例如 譬如我们有些师傅 初初来的时候 那时候删櫃桶 是不是 删櫃桶 删不到 或者删的时候 一声 那我们起初呢 唯一来就会拉到一边 删心他 提醒他 哎 删櫃桶不用这么删 那样 有时候就习惯了 他聽完之後不記得的 一次兩次 好了 到第三次 我們一定的 叫齊這麼多位師傅出來 在廚房那裡 然後呢 我說專門做了這樣的醜人 將整個廚房十幾二十個所有的櫃桶 包括庫房 二十幾三十個櫃桶 全部打開了 然後就請那位師傅 一個最好的方法 逐個櫃桶刪 刪回去 要沒有聲音 要刪得陷的 我們沒有不開心的 你知不知道 是很感恩的去刪的 很開心的去刪的 那我自己也曾經試過 這個其實我也試過的 刪櫃桶 還有譬如說大水 大茶 大粥 碗 這樣給我們年長的師傅 我們習慣了 一隻手就可以了 但是當師傅提的時候 師傅 我再做一次 兩隻手這樣放上 是啊 是啊 當師傅很有善根的 他習慣還習慣 他很多時候提的東西一次 不用提第二次的 那麼他就會醫著來做 那不如我們走路 去廁所 關房門 去廁所 關廁所門 去房山 房門等等 那些人很習慣了 砰一聲地關 我們又是 砰完之後 我們又是第一次拉到他一邊提他 提完他之後呢 好啦 第二次 第三次還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請他出來 請他出來 將門又開又關 又開又關 又開又關 如是者超過十次 關到我們大家一起說 咯啦 才停手 那麼這個過程呢 因為有大眾在身邊的鼓勵 我們不是說 落他面子的 是鼓勵 也可以說是監察 他再三這樣做完之後呢 很深刻印象 很深刻印象 那麼他就 很快 這個習慣 壞的習慣 馬上就改了 行路大聲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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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腳跟踏踏踏到地 起初 我們的師傅都會有人這樣的 我們也是這樣 不行 教他們行路怎麼走 所以我們行路基本上是沒有聲音的 就要由日常生活的行刺 我們就要有一個習慣 要培養 不用特別開一個課程去做 在日常生活是最好最好的課室 最好最好的教育 如果我們日常生活都過得不好的話 你開什麼班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說 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的心念就是 佛法 當然 放得上藏經國是必須的 但是能夠拿到生活用 這個是更加需要的 沒錯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佛學上點點滴滴 我們認識到無常不是消極 很多人說 無常很消極 世界末日快來 反正天災人禍這麼多 反正家家戶戶都有這麼多不開心的 我便盡量傷害人 人傷害我也是這樣 我們在這個時候更加要謹記著佛陀所說 常於人世 起慈心 就夜自身 依法住 我們謹守著我們自己 為什麼說不是消極呢 當你對人有一個慈愛的心 你周圍的慈場發出來 周圍的環境發出來 就有一份慈愛 你散發一份慈愛 周圍就有一萬份慈愛包圍著我們 不是消極就是因為我們知道生命是很短促 由這裡起點到終點都是幾十年光景 比你長壽一點一百年都是一百年而已 在宇宙間真是計不到數的 債得這麼短時間 我們更加要好好地把握 當我們知道了的時候 我們很積極 很樂觀 很積極 很有信心 其實我們看到身邊發生這麼多所謂無常的事的時候 很難怪 都會很緊張 怎麽算啊 怎麽算啊 很多人就會覺得 比如說他可能身邊擁有的東西 他會收得多些 甚至是自己的 譬如說財產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 最永久可以讓我們自己保持住 收住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自己善的行刺 沒錯 你所有善念會變成一個善的種子 留在我們的色田裏面 這顆種子就會生生世世 一路一路地流轉 即使你這個身體敗壞了 貴於塵土了 什麼都沒有了 你那個色 那個神色 那個色 第八色 還會跟著我們生生世世 流落到下一個生命 我們要做的 尚於人世起慈心 就是要保護著我們自己這一份慈心 慈念 慈的種子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聊天 好不好 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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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